我们通过十几小节的课程呢 我们把详情页面所有的内容 我们都几乎去实现了一遍 我们去实现了关注收藏和点赞 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个全部的列表 但是我们还有两个地方没有做 我们先看第一个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时间 因为当时我们去发布评论的时候 我们给返回的是一个时间戳 所以我们需要在客户端 我们前面呢 去把它的时间给它转成我们正常去使用的一个时间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是在我们详情列表里面 我们的回复我们没有去完成 那么回复这个功能呢 我们来看一下 回到我们的home detail里面 就是我们全部评论列表的回复 跟我们详情页面的回复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逻辑 几乎没有任何的更改 那么这部分内容呢 我们就不在课上去给它实现了 希望同学们呢 可以根据我们前面detail这块的内容 去把列表里面的回复实现一下 那么我们去实现的话 怎么去实现呢 我们会发现我们在下面用了一个 unipopup 既然有两个地方 我们同时用到了这块的逻辑 包括我们下面的一些close submit这些方法 还有一些commit value 像这些我们都是可以去公用的 那么我们想想有什么快捷的方式 那就是我们去把它抽离出来 去做成一个组件 做成组件之后 我们可以方便在两个页面 我们去调用 然后只需要去给它传不同的参数 然后我们就可以实现多个页面的调用 那这部分的内容呢 还希望同学们自己手动去实现一下 看看同学们呢 有没有掌握之前的一些知识点 虽然我们不在课程上面去讲这块的内容 但是我会把这部分内容去给它实现 放到当前小节的get分支上面 同学们可以直接去下载代码 课龙下代码 然后看一下我的实现 跟自己的实现有什么区别 如果对这块的内容呢 我们有任何的疑问 都可以到社区的问答或者QQ群里来找我 然后我会给大家一一的去解答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只需要去把我们评论里面的时间 我们把时间去给它做一个格式化 那么我们怎么去写呢 我们回到代码里面 我们首先需要在我们的根目录 我们把它折叠起来 根目录呢 我们去新创建一个文件夹 我们新创建一个目录 目录呢 我们叫Youtube 这个目录里面呢 可以去存放一些我们的工具类 我们在这里新建一个GS 我们叫Index 这里面呢可以去放好多的工具类 那么我们在这里去给它写一个 时间格式化的一个函数 那么怎么去写呢 我们export一个const 然后我们叫PathTime 那么它会接收一个参数 我们给它叫Time Time等于一个监督函数 这里面去写我们具体的逻辑 我们去输出一下 保存一下 那么我们这个工具函数 然后我们怎么去使用呢 回到HomeDetail里面 我们在这里呢 去Import一下 我们叫什么呢 叫Path 然后给它引入 AtUtus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个文件了 然后我们怎么用呢 来到这里 我们在unload里面 我们去执行一下 这里面我们随便打点123456 然后我们保存一下 回到我们的Detail里面 我们返回 同学们可以看到呢 这里给我们打了一个123456 我们点击后面 进入到这里 可以看到呢 我们是在这里去打印出来的 那么具体的我们应该怎么去写我们的函数呢 我们来看一下 回到Utus Index里面 首先呢 我们先去判断一下我们的Time 如果TypeOff Time 当等于一个字符串的话 Stream 那么我们应该去怎么做呢 我们要把它转成我们的一个Number类型 等于 我们叫PathInt 然后把我们的Time放进来 我们去给它转成一个Number的类型 让我们这里去声明一个Data 等于一个Not 然后让它等于New 我们New一个时间 把我们获取到的Time传给它 就是我们的时间车传给我们的NewTime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拿到一个时间的对象了 时间拿到之后呢 我们要获取年月日十分秒 我们要获取这些信息 那么我们就给它声明一个Format OBG 等于什么呢 我们等于一个Y Y我们先获取年 年我们怎么获取呢 我们用Data.getForYear 这样我们就可以获取年的信息 同样呢 我们获取月的信息 我们用Data.getMoth 然后我们获取日的信息 日呢 我们叫D 我们用Data.get Data就行 然后获取小时的信息 我们Data.getHorse 分呢 我们用I表示 我们用Data.getAMinutes 我们获取分钟 最后呢 我们获取一个秒 我们用S表示 我们用Data.getSeconds 这样的话 我们年月日十分秒 我们就给它获取到了 获取完整之后呢 我们应该给我们的月 我们应该给它加1 因为我们的月呢 是从0开始的 这肯定不是我们预期的 所以我们要给它加1 这样的话 我们获取的年月日 就是正确的 所以我们把它去给打印一下 打印谁呢 我们打印它 Format.obg 然后我们再去调用的时候 我们这里给它 传一个参数 我们就传 这个时间就可以 我们给它拿到 然后在这里呢 把这个时间抽 我们传到里面 那么我们看一下 我们拿到的日期 那年呢 是2020年 月呢 是4月份 然后26号 几点呢 0.4分35秒 这是我们的一个时间 那么我们这个对象 获取到之后 我们是不是要把它拼接成一个 2020-04-26 这种格式的一个日期 那么就给它去简单处理一下 那么处理的时候 我们最好是有一个格式化的时间 那我们在最上面呢 我们去声明一个Const Format 那等于什么呢 等于字符串 我们给它一个格式 那么这个格式 我们用中括号表示 这里呢 我们去写个Y 这表示是年 然后-约呢 我们给它一个M 然后呢 日我们给它一个D 然后这里有一个空格 空格后面是我们的时间 我们给它一个小时 冒号 然后给它一个I 再冒号 最后是秒 我们用S表示 最后我们要转换成这么一个格式 我们只需要把中国号Y 对应到我们对象里面的每一个 这样的话 我们的时间就给它可以处理好 那么我们具体的怎么去做呢 我们就用Format 然后我们去给它做一个匹配 那我们怎么去匹配呢 我们用Replace 那么第一个参数 它可以去传一个正则 那么第二个参数呢 它会去返回我们的一些正则信息 我们匹配到什么 我们第一个呢 接受一个Result 第二个我们去接受一个K 然后我们正则怎么写呢 我们简单的把正则去给它写一下 然后这里我们会接受到一个by 或者呢 一个M 然后是D H I S 然后我们去加一个G 给它去进行一个全局的匹配 这里我们是没有这个引号的 这样的话 我们就去匹配当前的Y M D H I S 那么我们匹配完了之后 我们去给它输出一下 看我们拿到的信息呢 都是什么 我们把这两个去给它打印一下 把上面的内容我们给它注掉 保存一下 回到我们的控制台 那可以看到呢 我们分别打出了Result跟K 那么对应的就是YMD HMS 那么这些内容我们去拿到了 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很方便的去处理我们的数据了 现在呢 我们要去拿到我们format.obj下面每一个的值 那我们怎么去拿到呢 我们就直接去声明一个let.value value等于什么呢 format.obj 中括号 然后我们把K放到这里面 是不是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去把value给它去打印一下 保存一下 我们刷新一下页面 那可以看到呢 我们把每一个值都拿到了 拿到之后我们会发现4跟0呢 其实我们正常的时间 10以下的数字前面都是01到09这种表现形式 它前面应该有个0 所以我们去给它补一个0 那么我们补0的话 我们怎么去补呢 我们Result.length 如果它的长度大于0 并且value呢 小于10 我们这个情况下 才去给它补0 那补0的时候 我们就用value等于 等于什么呢 等于一个字符串的0加上value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 那我们用字符串 就可以跟数字相加 它会隐私的去传环成一个字符串 如果我们直接用number 飞行的0呢 它会没有什么变化的 因为不论什么数字加0嘛 它最后都是还是原来的数字 所以我们需要把它转成字符串 那现在我们转弯之后 我们再去打印一下 value 我们保存 那可以看到呢 这个地方就全都变成04 00 这样都可以了 现在我们要把我们实际 获取的这个值呢 给它替换我们的Result 就是把我们的中括号Y 中括号M 这个类型呢 替换成我们转换后的值 那我们只需要怎么做呢 我们只需要Return 我们把valueReturn出去 就可以去匹配到 我们这里写的一个证则 最后我们再去给它输出一下 输出什么呢 我们给它声明一个 const str 10 等于我们最后的一个匹配结果 然后把它输出一下 把其他内容我们都给它干掉 然后我们再看 那这里呢 就给我们输出了一个时间 这样我们的时间格式化的一个函数 我们就已经去完成了 那我们最后只需要把str time 我们去给它return出去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 我们把这些内容没用的 我们全都给它删一下 然后回到home detail里面 我们去给它处理一下 我们不应该在home detail里面时使用 我们应该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先把它删掉 我们把它给复制一下 先切走 我们应该在comments box 我们这个组件里面 去转换我们的时间 对不对 所以把它放在这里 那么我们用呢 用我们就给它去写一个计算属性就行 那么写个filter filter 然后我们再去给它把内容转换一下 那么我们的方法名呢 format time 然后我们去给它传一个参数 参数我们就叫time 然后去return return谁呢 return我们已经处理好的这个函数 然后把time传给它 这样其实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去使用的时候 我们需要注意 我们的计算属性怎么用呢 我们需要有一个输线 然后右侧呢 放上我们的方法 那么输线左边的呢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参数 那么如果有其他参数的话 我们直接去给它写个括号 括号里面呢 我们name随便写几个 那分别就是第二个参数 那么第三个参数 那第一个参数呢 就是我们出现前面的这个内容 那以此类推 我们有个多个参数也是可以接收的 那么我们只有一个参数呢 后面呢我们就可以给它删掉 然后我们保存 回到我们的评论里面 可以看到我们的时间呢 就已经格式化成功了 然后我们再去给它发布一条 最新 这是一条刚刚发布的信息 然后我们点击发布 这样呢是19点46分 就是7点46分 我们来看一下 它就是7点46分 我们的时间就已经没有问题了 那么到这里呢 详情页面所有功能 我们就算全部完成了 然后我们实现了什么内容呢 我们实现了一个复文本的渲染 这个地方呢我们去给它放开 把下面内容给它删掉 这样我们的复文本就可以显示了 然后我们去实现了一个关注 可以对作者呢进行关注 而且呢可以对他去取消关注 然后下面呢我们去实现了一个评论 评论我们用了很多章节去实现的评论 评论呢可以去给我们的文章进行评论 然后对这个评论呢进行一个回复 同时呢可以对回复进行一个子回复 然后对子回复呢再继续进行一个回复 那这是我们评论的功能 那么下面呢我们会有一个评论的全部列表 全部列表的内容呢我们只去实现了一个展示 但是我们的回复功能我们没有去实现 这块的内容呢把它留给了同学们自己当一个客厦作业 自己去实现一下 通过组件化的方式 把前面的这个回复内容呢把它抽离成一个组件 然后两个页面呢我们可以去共用一个组件 然后去实现评论的一个回复功能 接着呢我们实现了一个对文章的收藏 收藏成功之后我们可以同时呢 去对首页的一个状态进行一个关联 最后我们实现了一个对文章进行点赞的功能 最后我们实现了什么内容 我们去做了一个时间格式化的一个函数 那这就是我们详情页面的所有内容 如果同学们有问题呢 及时到贵书群里来找我 或者在我们的问答区去给我提问题 然后我看到会第一时间去帮大家进行一个解答